新娘睡起 兰汤是遇狼偷戏 去曾称怒 来便生欢喜 女道无心 狼道奴家此 情家水 一开难断 若各知生死 却说请养山狼救二人 复出门来 不提防被夜巡捉住了 揪出偷窃请示 到了天明 禀之本官 立刻带到衙门 坐堂审问 招了偷出一只箱子 各打三十板 拆鸭出门取赃 养山同到家中一看 空空如也 仅存一只旧箱 连女儿也不见了 又苦又恼 插人岂不出赃 仍赴押去回赴官府 将请丙上 官府如何肯信 个人又加一家棍 养山哀哀丙道 昨夜扛箱回家的时节 箱子是所住的 因想付到他家 在偷些别项东西 不急开看 就同走出门 遂被拿货 家中只有一个女儿 名唤飞摇 年已十七岁 如今押回取赃 箱子开着 女儿不知去向 求老爷把小的女儿积拿到岸 审问的时 就有赃了 此时家死小的门 也招不出什么赃来 官府知事真情 卸了家棒 将二人收监 遂及差补缉拿飞摇揪夺 礼方次日 绝早起身 鬼言 飞摇之父 犯了官司 住家恰在花园之外 语缘内书院 相去不远 夜深人静 只听哭得可怜 因而初问情犹 书刊怜悯 家中独自一人 不便起居 我所以同他归家 自已甘心作妾 你们不许在外张扬 有人泄露其事 必然处死 家人各自领命 自古道 吃黑饭 依黑住 那个在赶招摇 公子傅打发家人网线中探听 当日审问的是 人人知道 疑问极晓得被戏 回家151时回复公子 礼方听了 近来对飞摇说之缘故 飞摇又苦又惊 不觉痛哭起来 苦的是父亲娘舅并受观形 惊 的是自己又要缉拿 两两观心 泪出痛长 公子遂安慰他 且自宽心 不必烦恼 自家身子保重为要 飞摇遂哀求公语道 奴家父亲娘舅 据是有年纪的人 从未受过行仗 今朝又打又佳 其苦如何说得出 虽是自作之孽 仔细思来 一半也为奴家溢出之故 万般要看奴家薄面 还求公子设法就他二人方好 尽在间中 毫无亲人探望 莫说那镜子逼前受苦 饭也没人送一碗 饿也要饿死了 奴家身在此地 自然积不住的 日复一日 拖延下去 如何 是了 叫奴家身心不能两安 妄作及商量救济性命 不为奴家一人感恩也 公子看飞摇说得可怜 遂应许了 晚个人出去 买主了邻礼 先拔几两碎银子 打点监中上下 使二人在监有得饭吃 不治受苦 又慢慢打算一张便宝成字 说 秦无二人 远属郎旧至亲 素来各安生理 并无先豪过饭 住于乡里 只因家贫于见 物离法网 其女相尊规范 虽贴邻亦罕见其面 断无道赃私逃之事 癸绝情由 必于见乡之后 揣之父与旧作为不端 世将 遗害于乙 欲先远出自尽 守家无人 他贼的成其戏 此之以妾而得者 彼父妾之而去 理所固然 扶起原情缘法 网开一面 超视于盲 免必欲敌等情 捏出一段离之所有的情节 欺瞒官府 树姬可保二人性命 公子愁话停荡 走进内房 细细告知飞姚 令他放心 飞姚听了 欣然改容感谢 公子一边说话 两只眼睛只管盯住在飞姚身上 越看越标志 不言不语 痴痴迷迷 只自立住看 那飞姚含羞脸妹 两脸通红 便说道 公子没甚吩咐 了 请出去吧 公子腼腆道 我有句话要对娘子说 不好启齿 飞姚道 有话请说何妨 公子笑兮兮道 今晚先与娘子结百年之良音 望其依诺 不负小生一片私慕之心 飞姚不觉粉脸微红 娇羞轻说道 夫妻百年大事 岂可苟何以笑于人 公子三思 自为珍重 公子见他立言正色 不可再强 只得告退 飞姚看了这样美貌郎君 岂不动情 有恐妇女们知道 不好意思 所以遵遵推辞 见公子没去转身 负他一片深情 心中异样 反觉过意不去 正在暗想 却好秋兰笑兮兮提玉汤进来 那秋兰道也和气 一见如故 两下颇甚相合 送进玉汤放下 笑容可拘 说声 请洗澡吧 就去了 飞姚把门眼上 各去解衣禁玉 那公子心醉 念念放不落 又回转来 劈头撞住秋兰 秋兰时的他猫儿捕食 在此磨来磨去 半个笑叶 朔一个指头 对着脸二石破塌 公子见左右无人 勾住坟井 亲一个嘴道 好姐姐 你那里来 我时刻想念你 秋兰道 谁信你这些虚情 可可的想我在心上 我自送玉汤于你心爱人 公子道 生受你了 就搂进空房里 公子主上门 秋兰已与公子间隔多时 见公子上来寻他 也自要的 遂退出一只裤子脚 养在春凳上 两个弄僵起来 公子替他先 秋兰一头问道 我知你毛病 在此磨来磨去 要尝尝心滋味 可得到口不曾 公子摇摇头 只是替他先 秋兰道 这样口边时 没用去吃 专会七五的我 公子弄得高兴 驱他一只脚起来 奢冷没脑 一味乱倒 抽得秋兰爽快意 长 天生除下有事 心里急沉沉 便推推公子道 我没功夫 夜里来救你 你弄心人去 趁他洗澡未罢 又不削穿衣服 好不省力 你掀门进去 怕他飞到天上去了 好意教导你 快些去 公子听说 拔出洋雾 开门一笑就走 丘兰芒戏群裤 一溜烟也去了 公子走到房前 门是眼的 先在窗格里一张 那飞摇脱的金光 正在洗玉 只有凌波小袜与袖鞋不脱 绝在两边玉盆之外 玉绝风流 粪外雅去 玉体光润如枝 红白争年 无不可亦 从 那桃塞坟井 苏汝仙妖 乌云雪谷 春弯妙品 渐渐绝佳 真个惊人刮目 亦满心迷 公子看得十分动性 尽力把门先多开了 挨身而入 仍然竹紧了门 积极卸光衣服 飞摇一剑玉起 怎奈身子又湿又光 起来不得 只得缩在水里 被他挤入盆中 忙把两手遮掩住阴护 已被公子搂在怀里 亲嘴捏乳 无所不至 甜言蜜语 调得火热 急待求欢 飞摇料已不免 休而不达 心意微陨 公子拨开他两只玉笋 把阳雾底将过去 飞摇一眼瞟住 吃衣 大惊 虎得香汗如珠 锦簇双眉 摇头道 若大东西 怎生容得进去 再使不得 公子多方轰啃 再三解片 掀他转去 仰扑了 划开两腿 去住细细这条缝儿 如樱桃蹦裂 仙红可爱 碎凑合住 趁水带滑 滋滋的舞弄进去 虽绝尖窄 一连挤推 以滑进龟棱 飞摇相激战力 所没忍受 被公子炎炎塞塞 已挺进大半 恰好硕住花心 像鸡着实的一般 连顶乱抽 飞摇那里承受得起 伸手一摸 还有二寸多一段在外 特觉粗大 飞摇心慌 不容 再进 扯过裙带缠为根 不许多进 此时公子银心欲斥 把他两只小脚撅在旁边 带水抽颂 公子顶一顶 两只小脚顿动 一晃一晃 增无限家去 水声唧唧 想得有心 低头一看 盆内水色微红 公子游绝高兴 暗自解掉裙带 挺身一煮 飞摇师生叫道 阿约 连忙伸手要挡 已被公子搂紧了 一连急耸 早已进根 飞摇娇声婉转 哀名不胜 公子甚是珍惜 遂不敢尽兴 徐徐将飞摇扶起 二人各自抹身穿衣 云雨一番 已成恩爱 就在房中 歇了 以后夜夜欢愉 丘兰一城一窝 说不尽许多风流之处 其父与旧果如礼方画策 脱披墨茧逐镜 养山同旧子收拾家货 搬到别处去了 公子回复飞摇 为之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